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憐人夫 在家裡吃了多少的苦 心懷作情都會來聽聽你啦 老公的錢被罰光了 正利 台灣好示範佩甄 家歸都是老公訂的 成為李 家歸白白走 做到才是真老人 歡迎收看 老公公的老公熊熊 藍玫瑰 我去玩 要去玩 不用 今天去你 是哪一位呢 操頭 拿筷子 還這麼好 你怎麼這麼說 他怎麼可以拿筷子 從沒寫恐懼 他在講什麼啊 他在講什麼 我聽得懂就好 家家規白白種 喂 第一位是操頭 我看老婆 請問 我看老婆 操頭臉 臉都紅了 我們是你 我誰 你叫我操頭臉 我一直 我操頭 操頭 好 我這樣欣喜啊 每一個人 我還在講 好 冷靜 一個每一家都有一個 每一家的家規 那請問一下一般來講 家規是男的訂的 還是老婆訂的 當然是老婆 當老婆訂的吧 其實我們真的不想訂耶 什麼其實 真的沒有要訂的意思 是後來在生活過程當中 你就覺得不訂真的不行 對 因為有的人會很皮 知道陷阱啊 女們女人 真的很皮啊 就讓我們男生往裡面掉 我們很皮 真的 他在我家住兩天啊 那你們家家規 所以是你訂的 我們家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家規 對啊 那你總是有要求你老婆 就是什麼 你老婆也要求你什麼 就是我 簡單的 就是譬如說 因為我們小孩子比較多嘛 我是希望就是說 我 他不在的時候我要在 我不在的時候他一定要在 對 所以他不在的時間比較多 對啊 他老婆婆在 我是希望的 對 是我訂的 你希望他這樣做 因為他希望你什麼呢 他不在的時候你都要在 他希望把你的錢全部給他 我跟你講他希望我 馬兒好 馬兒又不吃草 他希望我能夠賺很多的錢 但是每天有錢 可以在家裡 然後他可以出去 對 對 對 我們在這就是合理嗎 合理 合理 套逃禮 這樣子 不在 可以 夠氣了 OK 那其實這個家規定下來 所謂的規矩就是會讓人家不太舒服 也不是啦 因為其實我們定家規 也是因為我們希望你們可以成為人家人 舒不舒服是我們來講 什麼也不是啦 你不定的規矩要讓我們舒不舒服啊 他家比較不一樣 送一迷那個對不對 哦 那個規矩還多 你們家家規是一名訂的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我訂他的 那都是很合情合理 我希望他可以成為人人口中的好男 你覺得合情合理 你舉個例子 舉兩個例子來聽聽 我希望他開車不要載別的女藝人啦 他的車子不可以載女藝人 對啊 合理啊 不是 這有不合理嗎 合理 你這個喔 你這個就是故意喔 太故意畫地自信 不要講女藝人 那是同事人 可是 你今天如果一鳴在銀行上班 銀行裡面沒有女同事嗎 也不能在啊 為什麼不能呢 因為很多的戀情 都是發生在接送群 對 溫馨接送群 我們太多女生的朋友後來都是因為 比如說那個製作人 我們哪有什麼溫馨 就我們溫馨 你也在一起 對 教育兄是你會找 對 你已經把他講出來吧 我來送他回家 我來送拉桑 他送他回家 結果拉到哪裡去 等一下 重點來了 他講的對不對 對 是他講的又不是藝民講的 他為什麼不能送 男人天下烏鳴一般黑啊 既然這樣子 你幹嘛嫁給你老公 就瞎啦 所以我們要管他們呢 可是你的老公泌尿科的 對啊 你應該關心他就是 你擔心他男人的問題 他老公現在更要擔心 你都去大陸了 對啊 我們也更要擔心都去大陸耶 很危險 摸大陸鳥 對啊 就是我先生啊 他現在一半時間在大陸 是啊 一半時間在大陸 那完了 你又好妹妹了 你有沒有簽那個婚前協議 我就知道你們會這樣 可是我跟你講 我非常的放心 我有一些小小的 一些撇步 對 悲劇都是從放心開始 我放心 你都是從信任好不好 我是信任的 你有必要訂家規 真的 你 只有你 而且要訂他很嚴格 對 其他兩位 真的 沒有要訂家規 老公都在你身邊的訂人家規 身材不足 我知福了耶 台北台中兩邊耶 台北台中多近啊 不是要 抓肩多快你知道嗎 心裡什麼 對 你那個腹背來不及 他去多久了 就是一個月會去兩次 一起大概五天 先目前 半年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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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 你沒有講話 OK 你已經放下去了 OK 沒有 順其自然好不好 大自然現象 我跟你講每天 就是我規定他每天 就是要跟我報備 他回到飯店 對 用飯店電話打的電話給我 很好 對 用飯店是在飯店大廳打吧 對 他在那邊 我就有公寓了 我跟你講 因為過去 他好嚇 沒問題 我覺得你們 就是很壞 真的 我可以想去 我說真的 你會不會擔心 其實我本來不會擔心 結果 就我被我 我媽媽嚇到 我媽媽一直叫我跟他說不要去 因為我媽媽一直在旁邊講 我就開始擔心 你媽我怎麼喜歡 你媽那麼喜歡他 我媽媽就覺得說 不要去 只要不要去 就算了 然後我就說不會啊 就是工作啊 你真的這麼相信他嗎 我說對啊 當然要相信他 他是去創業 他是去工作啊 他不會亂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沒錯 你如果這樣相信他就好 不過我來講 最好也是不要去啦 我跟你講 就一直講不要去 很多婦女 她們的消息 是來自封閉的一個市場 你知道男生創業有多辛苦 真的 而且你們有 知不知道 現在整個大中華市場 是中國在主導 真的 對不對 工作那麼辛苦 晚上不能來一點慰藉 怎麼會是繼續工作 其實那是你吧 你不要這麼慰藉了啦 要再嚇死了 他都是 他都是頂多叫人家上來洗腳 按摩啊 洗腳 洗腳完蛋了 而且叫上來對不對 太準了 我們今天有這個 要玩一個遊戲 因為你們都知道 康哥要結婚了嘛 對 對不對 你們要不要恭喜一下 好 我們現在 向穩 快點 向穩 來 向穩 快點 來 你不要 頭臭的 你坐好 對不對 你們都知道康哥要結婚了 對啊 恭喜你 對 真的是 這一陣子 我都不太敢這個打在窗戶 為什麼 好多女人在哭 可是真的 人家真的 我覺得啦 就是人家真的都會覺得 你的老婆真的有味道 三把刷子 對 才能夠 不止 對 可能八把 真的 我有六把 我才把他騙到的 怎麼他有三把 其實 都是為了真愛 好不好 但是 但是因為進入這個婚姻的殿堂 就是進入家庭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練了十條家規 看小康做得到做不到 對 其實這是很嚴格的 很嚴格 我怎麼那麼可憐啊 你們的家規不是 男的訂女的訂 我是姐目訂 我們訂的才是很合理 所以這十條家規 我們訂得很客觀 真的 就看看你做得到做不到 好不好 來 你答應做到 後面就要簽名 對不對 對 OK 來 老婆洗澡時要以身試溫 洗頭擦背 不得有洗完先走之念頭 對 有點太那個 有點太那個 你不是想說 我們兩個誰坐得到 對不對 電視機前面誰坐得到 哪有 就有男的坐得到 OK 對嗎 這個 這個我有做過 就是我們要泡澡的時候 對 就去試溫 對 我說老婆可以喔 可以來泡澡 你是幫老婆試 還是幫小朋友試 我幫老婆 好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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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別碰到水跟我們在放 然後水溫住 應該你們要試啊 這個叫規定嗎 這個合理 這個合理啊 你才是老男的 而且我跟你講 為什麼這個我都做過啊 那你要結婚 因為你要這樣做啊 對啊 因為你比較難關錢 你漸漸的會有洗完 先走的念頭 我這樣講好了 一起洗澡 通常我們男生比較早洗完 不是 一起洗澡 有個討厭 先洗完嘛 我們討厭 對 不是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你有沖到水那個就很爽 你在旁邊 不是 來 給我沖一下吧 那怎麼可以這樣 讓人家都在外旁邊發抖啊 太冷了啦 會不會這樣 而且回回看 你那怎麼變那麼小 回出來 那怎麼變那麼小 這個 你們有這樣子過啊 沒有 你那水都還會變小 沒有 沒有 沒沖到的時候 不是冷嗎 變小 而且我們那個乾脆分 不是像一般 一般家裡是方形的 應該中冷氣好不好 不是 那個冷氣也在外 不是 你在暖 你沖濕的還是會很... 沒有沖濕的 然後它那個一般的乾脆分 是一塊方的 那我們是因為這邊有個 大的泡澡 所以說它洗澡就不是很... 對 一小塊 一小塊 那你又要站後面這邊 對 然後每次都從夾縫中求熱的時候 對有沒有 然後就真的不用擦 真的可以冰到你 好舒服 這個很痛苦嘛 所以說我們盡量就是 一氣洗澡的時候比較少 我會在他洗澡的時候 我會在外面跟他聊天 比如他在洗澡 我是在刮鬍子啊 什麼洗臉什麼的 好 聊... OK啦 這樣也算很難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會流化 流化 流化 薪水交給老婆管 屈中恆很納悶 可是我跟你講 其實我覺得男生啊 如果錢通通給老婆管 那個男生是最聰明的 我到底為什麼 因為我們真的幫他整 真的嗎 老公是全個字 你滿你上中的節目 對啊 我算... 各自玩各自 你看 他是廣告 對啊 歡迎哪一天啊 他每個月還是都會給我 很多零用錢 對啊 就算有怎麼樣 你也是... 你也是大方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如果你認識Vicky這個例子 我可以交給他嗎 所以我會在他洗澡的時候 我會在外面跟他聊天 比如他在洗澡 我是在刮鬍子啊 什麼洗臉什麼 好 聊... OK啦 這樣也算是乾的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會流化 流化 就比如說你洗澡對不對 玻璃是不是有蒸氣 然後就洗澡 浪漫的浪漫 我洗完有沒有 我洗完 我就洗一洗 我就洗完 我就散了嘛 然後他看到他就很爽 三位美女 你們的老公有沒有洗完先走的 他們沒洗完都先走 沒有 太早了 有嗎 我洗完先走 對啊 沛珍在這裡啦 沛珍在這裡 整理 你們一叫沛珍 從上一集叫到現在 你是我們想念沛珍嗎 沛珍 我剛剛問你 上一組錄也是叫沛珍 我一個珍嘛 所以很像 你老公先走 我老公 對 但是你們為什麼要一起洗 不能... 你先洗完我再洗 我先洗完你再洗嗎 沒有啊 有的時候就是可能 正好在洗的時候 他可能上廁所 他就覺得剛好可以洗了 就趕快跑進來洗一洗 然後就走了 對 OK 不是 這還有一個原因 女孩子洗 洗澡真的比較久 比較因為我們 刺激比較慢啦 沒錯 光弄一個那個什麼 像我們洗頭嘛 洗完頭 就差不多了嘛 那女孩子不是 總之先洗完頭 以後他們先護髮 護髮還要先弄髮 包起來 然後在那邊等 然後要卸妝啊 然後拿工具 然後再洗什麼 那我們在旁邊幹嘛 就這樣 我要洗了 欣賞 可以講 我要欣賞啊 比如說你這樣講句說 我身材什麼 很棒什麼的 我可以講 但是我可不可以擦乾 在外面跟你講 我不要在那邊 不是 我要洗完了 然後比如說你再洗頭 洗一洗 批發 我又一聲了 你跟我講 或是在裡面擠來弄去 幹什麼的對不對 就可以在外面講 我跟你講啦 可以洗完先走 但是要到外面 不能離開浴室 對 然後我們男生先在外面 整理就陪你們聊聊天 這樣可以嗎 這樣OK啊 跟我老公不會啊 你老公不會 我是希望他不要跟我一起洗 他很愛跟我一起 是我先走 你先走 因為他一起 你先回台灣吧 來 來 他很想撐對不對 沒有 就是他就很喜歡跟我一起 可是我覺得好擠 很煩啊 他就一直在後面這樣 而且我覺得洗澡的時候不好看 幹嘛要給男生看 你不是說同體很正嗎 就是我覺得你要在 譬如說你又不能一直這樣子洗 你真的洗的時候是這樣 對啊 他洗很弱 好不好看啊 所以我希望他不要看 所以每次都是 我希望他趕快走 或者是我趕快洗完趕快走 好 來 為什麼 我跟你講我們家老公更差 我就是永遠都是 康哥那個角色 在旁邊發抖 就是我耶 對啊 他永遠是 而且他就是永遠是 我要洗澡的時候 他就會立刻衝進來 然後就都不管 然後直接他就拿起來 開始自己洗 你都是在旁邊發冷 我想說水溫 你已經示好 對 我想說我要洗 對 是我在洗水溫 對 對 要在洗 對 那你們常常一起洗澡嗎 所以他如果要 你們有常常一起洗澡嗎 有 那都是他有非分的 那有沒有怎樣 當然有啊 都有啊 所以小康這個你也是 這OK啦 你也做過嘛 所以不錯 有做過不新奇 是結婚以後要洗 結婚以後也要洗 這個OK啦 但是有一個很可怕的就是 因為他洗澡水很燙 對 也是 神經病 你知道嗎 白膏洗熱水啊 洗完澡出來的時候 我一看他 我說你是跑步的 哇 全身紅的 我有一次他洗澡 我說他先洗嘛 那我說 那我 他說你有沒有進來洗 我說好好進去洗 我一洗 快洗 快洗 什麼都不怕 然後那個像泡澡有沒有 泡澡我會幫他放 就大家會放水嘛 然後就要選 先要泡什麼 對 學完後我說你先泡 因為他那個太燙 太燙 他泡完以後 我再下去泡還覺得 OK 對 他那個太燙了 你知道 但有些人問過他為什麼泡 他就很喜歡洗 真的 像一鳴啊 洗澡的時候很燙 所以他之前泡澡還燙到 後來還看醫生耶 白癡啊 太多傷了吧 還多傷你知道嗎 他那水太燙了 結果沒辦法一起洗 好 這一項小光做得到 OK 來 我們看第二項 老婆血丁師 要充去付款 鼓勵消費 不得有不甘碎唸之表情 老婆 誰啊 老婆 什麼你啊 雪平時要付款 你要看他買什麼東西 等一下 我們先問我們的指標型人物 對 宋一鳴 他是不是會碎唸的 我跟你講 他就是因為呢 常常我會在節目上抱怨他之後 他現在都不敢 所以呢他都 但他又是 因為他太賊了 他現在已經搞到另外一種模式 就是呢他現在只要我去百貨公司 然後我跟他說我要買衣服 他就會說喔好 那我問你 然後他就會要陪你去 他都一定要說 沒關係我可以幫你看 那你想想看 我們女生去買衣服的時候 如果老公要陪你 你會不會問他一件 會啊 你一定會問嘛 他不會叫你不買喔 當你每一件他都會說 不太適合你耶 你會買嗎 然後下一件他就說 這個顏色穿起來 怎麼會適合你的氣質 然後不買 下一件他就說 這穿起來有點胖 真的 然後每一件都我就發現 我一開始都不曉得喔 我就有發現到 我只要跟他去逛完街 一定一件都買不到 他是不是認為 為什麼他都買不到 他是不是認為 你每次買東西他都要買單 也不是因為 一定是這樣想的吧 因為他其實都是我在管啊 所以是一起 可是他就都不會 那就是啦 對 然後我就發現我都買不到 可是喔 我跟你講喔 他只要移到那個 比如說古蹟島 或是那個泰國有沒有 馬上變成 他說台銘耶 你知道我去喔 我還記得那天 因為我們有點語言不通 所以我就問那個小姐 講就是這件衣服 那個小姐 因為她聽成一件是一千多 她就立刻說 不好看 不要買 就我就說 怎麼會那麼貴 然後那時候 NO... 是十件一千 然後我就說 不要 我要走 她就說 沒有 她說 很適合你 很適合嗎 那時候不適合嘛 那時候 不會 不會 很好看 趕快盡量買 老公 我告訴你 你賺錢就是要給你花的 來 買二十件 真的 買二十件 對 他有一次也是一走進那個店 看 馬上出來就說 趕快去買 我會說好像我沒有需要 沒關係 我買給你 你盡量買 結果我一走進去看 一千五十 便宜的就盡量買 我買了五十 一千五十 我買了一百多千 到還不到五千耶 然後他還說 不要說老公對你不好 要不要再買盡量買 所以到那個東南亞國家有沒有 馬上又變一個人 所以一名買不買東西 衡量的標準是價格 對 我跟你講太多次 他每次一聽錯價錢 他就說不好看 然後我要走了 然後他一看 打一折 我覺得其實不錯啦 你去買 一折 他是開心的 不是太多好不好看 很敢看 他自己的衣服 那他自己的衣服呢 他自己的衣服也 他也當然 他對自己也是真的 那就沒有問題啦 對啦 除非他對自己很大分 可是我們當然覺得 好老公的那個定義是 對自己很省 對我們不能省啊 對 你們覺得好老公定義是這樣 這樣才是好老公是不是 對 當然啊 那你老公呢 你老公每天泌尿那個 出尿管 你特別幫他選購 對 出尿管你可以買貴女 滿有的 是我要買什麼 他都是會幫我付錢 而且我的卡 就是他的副卡 那他有沒有像一名這樣的現象 沒有 他只是有一天 他買那個耶 我雙飛帳送他耶 買非常多 然後那個月就瘋狂的在買東西 然後他那一個月就收到了帳單之後 就播說老婆 你今天這個月是買什麼 我說我不記得了 他說 你收到二十幾萬 然後你不記得一樣嗎 我真的想很久 我真的想不起來 命徵好 然後他就說 我跟你講他如果在大陸怎麼樣 你就原諒他啦 對啊 真的沒有關係 紅色很透氣 對啊 真的對方 位階也位階 對啊 因為這個方面很大方 可是他對他自己還滿小氣的 那你也對他大方一點 我對他很大方啊 對啊 沒有限制他買東西 洗全身沒關係 不要只限洗腳 洗腳 洗腳 就是我會順念他一件什麼事情 對 高跟鞋 高跟鞋 好一點 第一個比較 真的那個 耐穿 而且好看 你高跟鞋穿好一點 你上面穿的衣服 如果說不是那麼名貴 人家都會覺得 你這衣服是有來頭 所以這個家規你OK嘛 對不對 這個 他有啊 你是鼓勵他買好的 而不是說叫他不要嗎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對 買就是買啊 不然怎麼辦呢 大家除了 要買就要買好的嘛 對啊 他叫Kiki買一百雙好的 完了 他太民工了 穿一百雙看 他自己 其實他以前的鞋子 都還不錯 因為他以前工作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很便宜的買到 所以我就覺得 你就買那個就好啦 現在雖然貴一點 但是還是好看 希望那個台灣那個 銘凱還是找他去當電影 好 OK 這個做得到 上面兩項都做得到 OK 算一下 被老婆罵要立正 只有童哥做得到 老婆罵我時 要兩手貼記 立正 讚好 不得有吊啷噹之讚之 這家裡是誰老大 真的 這個是要彭哥做得到 好 這家裡有加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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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覺得很貴一點 但是還是好看 希望那個台灣那個名牌 還是找他去當店員 好 OK 這個做得到 上面兩項都做得到 OK 算一下 老婆給錢時要含淚感激 省吃鹼用 不得有偷存私房之行為 非常 這是誰 合理 太合理 是你們家 家規有這一條嗎 有的舉手 老公的零用錢 是跟你領的 橘色 OK 你一個月給他多少錢 不是用一個月 我剩一次給一千 用完了再來拿 一次給一千 他通常是幾天之後跟你拿 對 他通常 一千給一千 比我小學拿的還是少年 對啊 不是 其實不然是只有五塊 加油錢可不可以另外算 當然了 他有卡啦 我想說連加油都不能 這一千塊是很可憐 沒有 他有信用卡 對 常常送一名去確定開到 加一千 加五百 兩百五百 我們還有七百五塊碗 對不對 各有別的 我是現金只給他一千 但是他有另外的 重要花費的時候可以刷卡 那他就用完的話 再跟我領這樣子 對 但是他也沒有做到 他從來沒有含淚 感激 對 那省之前用他有做到 他幹嘛要含淚 一千塊有什麼 然後他偷存私房錢 我最近又懷疑他又有開始 為什麼 因為他之前不知道我偷存私房錢 買那個公仔什麼的 然後最近就不敢 可是我最近又發現 因為我有規定他就是要記帳 但是他最近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也有常上節目都有學壞 是 最近都要記帳喔 然後他每天跟我要一千塊 然後因為我忙也有點忘記了 我想說什麼四天拿四千 利用到什麼地方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每天都跟我拿一千塊 重點是他不承認 他說我拿有 我說明明就有 你都沒有記帳 宋一鳴 你這招太爛了 什麼叫我拿有 對 他說我拿有 他死不死 然後我就說你為什麼都不記帳 他就說 可是喔 我這樣講好了 一鳴他主要是演戲收入嘛 他為什麼不接通到的收入 就給他當作私房錢呢 大方一點嘛 也不是 因為我也沒有私房錢啊 那就啊 你們一人一半就好啦 可是這樣不是很怪 因為他不會理財 我比較厲害啊 私房錢還要理財嗎 私房錢就是零用錢還要理財嗎 就是不能有太多零用錢啦 我給你就好啦 一鳴也沒有常上節目啊 他一個月不過就兩三個 沒有啦 不只啦 對不對 不是 你現在他是前程的基礎教徒 那一個禮拜又兩三個 他有時候到哪裡去做個見證 對過奉獻給主 結果掏不出來 那怎麼起了對不對 對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你奉獻拿出來拿出來 沒通知掉下去 零錢 二十塊 對啊 你太Lake了嘛 沒有啊 我又不是說 你用完了我會再給你 可是你要作帳 那因為我自己也要作帳啊 那不然我們這樣怎麼管這個家 那你就大方一點問他說 那昨天上節目通告費 拿去用就好了 不要跟我要了 最近 可是問題是 因為他什麼都會吊錢 我跟你講 老娘啊 昨天那個就不跟你收了 錢是怎麼鬼 去買公仔 可是問題是你要是我 你真的敢這樣 他買多少 假設他買東西 他也不知道多少錢 少錢他也都不看 然後身上有多少錢 永遠都不知道 這個怎麼會放很多 他很常吊錢 那我跟你講 你會給他五百塊 他常吊錢啊 很常啊 其實 吊錢是假的 你破壞人家家是假的 你破壞人家家是假的 你了解說 不是 你怎麼這樣 不是 不是 因為我也是這樣子 管我的命 他也防掉錢 你終於說實話了 管 怎麼要用管對不對 男女在一起管什麼呢 所以他給你分手了對不對 沒有 就是他賺的錢都會拿平衡 然後我也是 那你這樣還管他 給他一千塊的 可是我跟你講 其實我覺得男生啊 如果錢通通給老婆管 那個男生是最聰明 我知道你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把他省 真的嗎 我跟你講 那你覺得Vicky這個例子 我可以交給他嗎 我跟你講真的 因為以前老公的錢 沒有給我們管的時候啊 我想真的假如我的生日 我就會希望他送我禮物 然後就會想辦法 想要A他的 出去就會想要叫他付 可是當他錢全部給我們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根本是規定他 不准再送我禮物 對 因為我會覺得那是花我的錢 因為錢 你的錢連結他讓你管而已 我自己賺的錢也都全部 就是用一切 可是他賺的比較多嘛 我覺得不用這樣賺的比較多嘛 對啦 你跟老公是錢各自 對啊 各自玩各自 對啊 我賺 各自玩各自 你看 各自管 OK啦 好 他每個月還是會給我零食 他在下路哪裡 溫州啊 沒有啦 這樣的結局很好 還有溫州他可以吃餛飩 喂 台灣也有餛飩 所以你們是各自的錢 但是家裡面大筆的錢是誰付 大筆的錢我來付 這樣好啦 以後退了也不用分嘛 沒有要退我們互相信任 萬一哪一天啊 他每個月還是都會給我很多零用錢 很好 就算有怎麼樣的 你也是大方嘛 對不對 跟他滿有關係啊 對不對 你們這個經濟的怎麼樣處理呢 你家裡家用誰管啊 我啊 就是以你為主啊 對啊 都是我的銀行在調 對啊 都是他 然後我每天會問他啊 就是你剩多少錢 我都會讓他皮包保持到一萬塊錢 好啊 那這樣還OK啊 好貼心喔 就是我覺得 真好 你不知道他突然要幹嘛 對 我跟你講其實 他在這邊沒有卡 因為他的卡很麻煩 他的卡刷完以後 我還要再買個飛機票 到關島去付錢 好大 好難 所以他沒有辦法在台灣辦卡嗎 現在還不行 所以這一題應該不是這樣子 好 好 老婆 給老婆錢 對 是不是 這個如果要針對 小康的話 是要這樣 給老婆錢 要感激對方 拿去用 對 謝謝 不跟我講 謝謝 我們那些感激人 你都給他一萬塊對不對 光臉問他 你還剩多少錢 還有七千 哇 你好省喔 對 這樣做得到吧 好 這個就這樣OK了 你們 我還沒結婚 你們在一步一步逼著我離婚的 你啊 切完之後給你 OK 老婆罵我時 要兩手貼緊 立正站好 不得有吊啷噹之站之 要畫畫掉 好合理喔 你們誰家有這樣子做 誰家有這樣子做 你是誰做得到 不可能的嘛 你家有 你是養狗還是養老公啊 就我現在男朋友 真的就是我在訓他 的時候他會就是好聽說好事 這個男朋友要好考慮一下 你知道嗎 雷姨姓 很誇張喔 不是啦 我覺得 我覺得很多人可以用講的 對 為什麼要罵的 狗通 而且什麼叫兩手貼緊立正站好 這家裡是誰老大 難看我大男人 對不對 你跟我老公好像喔 這個講話 這個太惡劣了 什麼兩手貼緊立正站好 我就把它塗掉 真的 這個叫鵬哥做的喔 好 這個你家有家規嗎 這到底是啊 你家規不一樣不行 這是你家的 你今天今天講出來聽一下 我跟你講 我們家還沒有這麼狠 沒有兩手貼緊立正站 但是眼睛一定要看著他 這是禮貌啊 眼睛看著我這樣 對 這是尊重 因為做錯事嘛 對方講話的時候 你一定要看著他 對 才表示真正的懺悔 對 對不對 老婆 對 沒有 沒有 沒有講 是 錯了 我錯了 沒有 但是眼睛一定要注視 松目注視 那個時候是什麼情形啊 那反正就是你做錯事了 然後他在唸你 對 然後你的眼光移開 他 怎麼樣 那個 那是狗 蛤 主人是狗 一叫那個狗就會看牠 焦焦焦焦 知道嗎 通常是發生什麼情的啊 但是通常我們做錯事一定要 對方在講 我們一定要看著他 說不好意思 下次不會了 放心 要按哪一項 對啊 而且我眼睛有看著才表示說 你有聽進去 對 要不然我早次會覺得 你到底有沒有聽進去 那我下次又要再講 其實常常我老婆 以前跟我談戀愛 她常常講我一個缺點 所以我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都不看人家眼睛 不尊重人家 對 你在借視線是不是 不是 其實這是我們的職業病 我們一般在演戲的時候 其實那是一個畫面的問題 不是尊不尊重的問題 對 有的時候你走位置 對啦 二三十年演下來怎麼可能 那就是我講話的習慣 對 但是現在我慢慢改 因為其實我們跟小孩子講話 小孩子不看我們眼睛 我們也會說 爸爸跟你講話 你為什麼不看我 對 所以我們會將心比心 所以我現在慢慢改掉這個習慣 可是這個在圈環來講 圈環很屌 圈環那麼少的VIKI VIKI 怪貓貓貓 最後沒有對不對 我是來講這樣子 他應該沒有 但是他從來不聽我的 沒用對不對 對啊 講講 講他講講 講到他自己火了 所以第四項小康不用了 沒關係 這個太狠了 而且我大死五歲 罵一個老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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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還好 再過幾年了 對 十年以後一個老的在那邊 他怎麼又說 對不起 他最不太年了 一表情那個高就也沒辦法 就是會屌亂擋 對啊 老兵了在那邊那邊幹什麼 第五項 老婆不在時要朝思暮想 手生如玉 不得有稿七念三之血念 好 你到哪裡 他送你名是萬人謎 眾人品自我感覺良好 你們有沒有曾經想過 自己的婚姻 萬一 有沒有曾經這樣想過 因為有的時候問題 不是出在老公 出在外面的女人嗎 對 心想真的有一次 他就帶兩個女人 對 臨時演員 你覺得什麼 那就貪心了啦 臨時演員 那就貪心 來跟他講的地點 然後第一個到了對不對 對 那下車了 那女的不下車耶 那個女的叫另外一個女的先下 就另外一個女的說我還沒到 他說我也還沒到 兩個在那後面吵架 都不要下車耶 他就跟我說 那個女的想像對他有意思 本來 這是自我感覺太良了 對 不是 口向自信美 就是你 第五下 老公不在時要朝思暮想 守身如玉 不得有稿七念三之血念 好 你到哪裡 這一定用的 這個OK啦 對 這OK的 這個結婚的時候 就已經發過誓了 這條出來 你只要說不合理 你就被公幹了 對啊 所以說這條就不用討論 先簽嘛 這是最基本的啦 結婚的時候就發過誓了 當然這個就是一定的啊 請簽是一定的 對 一定的 沒有 可是如果說在外地工作的話 通常做戲不再實現 可能要 守身如玉啊 沒有 而且不能有學年 對啊 他真的好 這點要體諒 他真的 他連唱歌都不想去 他都很累 都說他要回飯店 唱什麼歌呢 直接唱歌 對啊 唱什麼歌呢 真的 他很乖 他每次都乖乖回去 我跟你們討論一個問題 你們三位婚姻都很幸福沒辦法 最近大家都在討論這個 劈腿外遇 小三的事情 你們有沒有曾經想過自己的婚姻 萬一 有沒有曾經這樣想過 萬一有小三怎麼辦 萬一有沒有前意識告訴自己 我要看好我老公 當然要 當然要啊 都有這樣想過 有想過的先講一下 再怎麼幸福都會這樣想嗎 對啊 會啊 為什麼呢 因為有的時候問題不是 住在老公 住在外面的女人 對 是外面的 所以你們會原諒老公 而且我覺得你們男人都很容易 就是會 就會不會拒絕 完全 不知道怎麼說 你們的老公都拒絕 你們婚姻才是到現在啊 對啊 你們要這樣想啊 所以 就是還是要一直 所以我要跟你們探討的是 觀念你們要信任老公 而不是懷疑 沒有懷疑 然後設很多的這個規矩 例如說不能去大陸 對 沒有啊 可以去啊 你看 對 阿蘇都可以去 你們不明天要強調大陸 我又不是說他 對 我超級性感那樣的 他就是設規定說 不可以載女生啊 對 對啊 所以為什麼不能載女生啊 不是 因為公眾人物 你不覺得很容易 我跟妳講 真的有一次 他就載兩個女的 臨時演員 以前那時候 那就是 臨時演員 他就臨時演員 因為他就臨時 臨時演員 然後他兩個女的 就跟他講說 一鳴哥可不可以載我們回去 那時候我沒有限制他 我就跟他說 就覺得是OK啦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 我也會 偶爾 偶爾擔心OK啦 有關係沒有關係 對啊 還是一趟路就順路 就一起送嗎 他就載他們 結果你知道怎樣 怎樣 他們兩個本來跟他講的地點 然後第一個到了對不對 對 那下車了 那女不下車耶 對 那個女的叫另外一個女的先下 就另外一個時候我還沒到 他說我也還沒到 兩個真的後面吵架 都不要下車耶 一鳴這麼強啊 後來一鳴就叫他們兩個 一起下車 結果他懷就跟我講 請問一下你聽完你覺得 真的 怎麼開個一樣好 對啊 聲明 他跟我講的 我跟你講 他每次一拍戲 為什麼我常會吃醋 你知道他回來他 我不知道 他就跟我說 那個女的 好像對他有意思 我一聽 一鳴你在幹什麼 我那個聲音 你知道嗎 我以前跟他剛在一起而已 自己把所有的 以前的情書拿出來給我看 然後他跟以前前女友的照片 全部拿給我看 我跟你講 我不想吃醋都很難 那是自我感覺太涼了 對 這邊可笑自信耶 就是你上個禮拜講的 就是什麼自以為的自信 對 所以他每次一拍就會說 那女的為什麼一直看我 那你會不會想要到現場 對 我跟你講 其實對一個男演員來講 這種自信是必須要的 對 但是對老婆好像不要這樣子 對 就是不要講實話 什麼都要講實話 一定要講實話啊 接送 你講實話 老婆會誤解你 對 所以我就跟他說 不要再接送 像宋作也是常會說 他在診所 他的醫院多受歡迎 真的 女的都來看 我就會覺得他 還好吧 我那一集 那個帥哥太多了 我都是分白眼的 就會這樣過去 我也會這樣 等一下 他的客人是女的 都還男的多 因為他現在還有做 開醫美的診所 所以變成都是女生 都是媽媽 姐妹 漂亮女生 都一大堆 OK啦 就是反而是後來改做這個 我會比較擔心一點 我跟你講 那是在台灣 現在人在溫州 我跟你講 溫州出美女 沒有 哪都美女 我跟你講 美女到處都有 重點是你的心境 你在想 你想要的是什麼 你想要搞七年三 溫州會改變一個人的心 你想要搞得家破人王 七年 妳知道嗎 你如果沒有這樣 你就好好地愛你的老婆 然後把家裡補好 我們隨便講一下 你就這樣在電視上威脅他 我不要威脅他 辛苦得到內地去工作 你還在這麼遙遠的威脅他 而且你看 第一姐 第一姐去高雄拍戲 童哥 這我多愛多姿了 真的 多開心啊 這 每天出去玩 快 沒有 我多乖啊 晚上九點就睡了 老婆我 老婆 你幹嘛 隨時幫你視訊 怎麼 不相信 你幹嘛現在那邊 臉紅脖子休息 閉嘴 我們討論小小 不要講話 他現在都帶一個 他出門後都帶一個板子有沒有 什麼 是一個照片 就是他房間的照片 有沒有 照好人嗎 有沒有 在旁邊那邊 有沒有 很棒 不要聽他亂講 我也很快 很輕重 而且還要做一個 兒子的那個身影有沒有 你看兒子剛剛走過去 拍拍拍 我突然還請靈記跟著 打扮成我兒子 真的 太累了 好啦 這個一定要做 這個要 設計 我跟你講 這個反過來 老公不在的時候 老婆也要做到 對不對 對 就比 老婆一定會做到 因為你看社會不一樣 真的 不一樣 所以這很花的 真的 沒有啦 老婆打我時 要任其蹂躏 謝後恩寵 不得有打 打 為什麼要打 打 還手之動作 不會啦 我不會打啦 不會打啦 快不小孩 躺都來不及了 應該是那種 嬌柔的打吧 不是啊 有一陣子報紙不是寫說 家暴是老婆對老公 有散巴掌的 這個喔 這個應該還好 這個不能在我身上發生 這個應該是 如果要規定是雙方都要這樣 對 不是只有規定老公 你可以規定我們不能打女神 這是一定的 一定的 但是你不能老婆打我 那就不好意思 真的 小弟我可是有拿嗶嗶蛋了 有沒有 好可怕 夫妻彼此動手 跟動物沒有兩秒 因為他都不玩啊 夫妻會動手 我看就差不多要結婚 對 離婚 離婚 對要離婚 因為一打就 我現在不用再下去 而且那種做事也不行 你咬 這樣也不行 已經這樣起來了 有一天就會下去了 對不對 而且那一天是這樣 卡到 跑了 好 完蛋 下一句 老婆什麼 老婆審問時要發誓詛咒 以表忠誠 不得有撒謊蒙騙之嘴 我跟你講 送命你獨愛發毒誓對不對 老婆審問要發毒誓 人氣妙招大公開 靜民最怕我叫他發的誓就是 你永遠沒細言 你如果跟他說 你現在發誓可不可以特撞 他馬上發誓 因為他不怕 那如果說你會永遠沒細言 他不敢發 對啊 又你只要說你永遠沒細言 他就會開始 他就會猶豫他要不要發誓 所以他就會猶豫 我要去酒店 你說過我只要講實話 就不生氣 就不能生氣了 不是 我就換一個方式 限定他十二點就要回家 短一小時給你 什麼意思 我這樣不怕嗎 這樣 我覺得那個是 對我來說是OK 可是對他來說是比毒誓還重 跟一鳴最怕我叫他發的誓就是 我跟你講 你如果跟他說你現在發誓 你會被側撞 他馬上發誓 因為他不怕 但如果說你會永遠沒細言 他不敢發 對啊 為什麼要斷了自己深入跟財力 他太愛演戲了 可是 對 演戲是他的生命 工作是他的生命 而且他覺得他演得很棒 對 沒有 你現在 我跟妳講 你下次這個還不夠很 不要什麼沒有細言 我跟你講你發誓 要不然你以後的演戲都演不好 被打討厭 我才滑掉 不用 你只要說你永遠沒細言 他就會開始 他就會猶豫 他要不要發誓 所以他就會猶豫 你就會知道你說謊了 因為之前有騙過 因為我不喜歡人家去酒店 所以他都騙我說去怕 然後你如果聽到旁邊有音音聲音 他就說 同事也有女生啊 可是當他電話沒通的時候 我打給他朋友說 那你們在哪 他就跟你講 我們在某某酒店 因為你會聽到背景聲音 對 那就很氣 你知道嗎 我從台裡面 開車到台中一個小時 Linda 氣到一個不行 櫃檯外找 我就跟他講 說不可以騙人 對 然後他就說 不騙人 他會騙人是因為他怕我 就是這樣子跟他吵架 是 所以他希望以後 那他說他不騙人 他本來是善意的欺騙 但是你還是不喜歡 但是他後面有沒有去酒店 但是說實話 他後來就很聰明 就是直接講實話 我要去酒店 你說過我只要講實話 就不生氣 你就不能生氣了 但是我就換一個方式 限定他十二點加回家 晚一小時給一萬 我覺得這不錯 十二點 他有一次兩點才回來 就給了我兩萬 從幾何的時候 你盡量去 早上再回來都沒關係 我都給過你七萬了 我給二四萬 二四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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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 老婆開車的時候 老婆開車的時候 要溫柔導航 釋放緊張 不得有時期 慌張之辱罵 合理 影響安全啊 這太合理了 我們本來就已經擺成這樣了 不是 這應該是對老婆說的吧 沒有吧 你們有時候是說 你們女生都不會開車 對啊 你開這一條 可是大部分 幾乎都是男生開車的時候 女生在旁邊 雜呼這樣的 小心 有人有人 所以Vicky會這樣 因為你們他很壞啊 Vicky是不會啊 那你想要哪個 我開車的時候 你想要哪個 男生 男生 我們所有 每次討論到這個話題 在節目上 所有的男藝人 都是這樣講的 對不對 可是我遇到 都是男生罵你的 對啊 沒有很多男生罵你的 因為我們這種賽車手 一上車 他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感覺 一上車 到了 到了 上車 你太快了 太誇張了 好 這個很誇張 不過這個 我有念過他 以前在關島的時候 對 他開車我站在旁邊嘛 他看我 不是 你可不可以用手開車 他用腳這樣 然後在吃汗毛 蛤 因為關島路上沒什麼車嘛 不是 關島也是會塞車的啦 是嗎 不是 你可不可以用手開 沒關係啊 這什麼關係 然後 他載回去南部玩 你知道他開很快 你要不要照相 我其實還不用 就開始 OK 然後離我很快 我說怎麼樣 你是 很不想跟我出來的 他開車看得覺得還滿快的 那就危險 不行 不過關島還好啦 但是說他來台灣 我就不太敢開車 嚇到 因為那個 他一看到摩托車 立刻昏倒 你看 他說台灣的摩托車 為什麼 他說台灣騎摩托車 他們都不重視自己的生命嘛 對 我說怎麼 你看那個又來了 衝就進來了 我說習慣就很 就剛剛不要看 看不見這樣 然後那個陳偉銘才壞 陳偉銘跟他講 我跟你講 你不要怕 他們進去好得很 你想撞都撞不到 我說你不要亂交啊 什麼東西啊 這個 其實這個 這個我是可以做得到 因為 他開車的時候我都是指路 然後前面右轉 左轉這樣 有溫柔導航 對啊 對 我不可能講 這什麼導航呢 對不對 這個就OK啦 這是小事 小事 就是要這樣子好好的講 對啊 下一條 老婆想要使 要全套伺候 鞠躬盡瘁 不得有半途而廢之錯樣 什麼 什麼 合理 一定會讓的吧 真的合理 半途而廢真的很錯 有時候要看環境 看年紀 好不好 不是 還要看幾點啦 你要看當天的工作量嘛 是不是 以前我們那時候去出外景 我的天啊 叫我爬那個東西 爬下去的時候 全身已經不能動了 回家還有全套 我零套都不行啦 全套 是因為老婆也不會都不體諒 對啊 想要的時候 搞不好是你也OK的時候啊 這個其實 這個婚姻裡面 老公要主動 在這一方面 對 不能說結了婚以後 就沒有情趣 對 而且這也是讓女人有自信啊 對 維持婚姻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對 對 然後那個全內地工作的 來 切個名 切個名 好 來 下一個 老婆不要食 要忍氣吞聲 自行解決 不得有金錢買賣 勾盪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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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給我錢買一片嘛 不行 他沒有說不能買那個啊 你是說不要去找外面的吧 找外面的女生 是這個意思啊 這當然不行啊 買一片是金錢買賣啊 不一樣啦 我希望這個老婆不要的時候 我們自行解決 你們不要覺得奇怪 不會奇怪啊 浪費 浪費了咧 不會啦 不會 其實當老婆發現老公 有這種行為的時候 不要講話 我沒辦法接受耶 不能接受什麼 就是 就我覺得 不要讓老公那樣 盡量不要讓他自行解決 對啦 盡量不要啦 因為太太要 真的 養成習慣 養成習慣 今天討論這個十項 對不對 中間有兩項不合理 我們畫掉 你那八項小康都做得到 好不好 我們給小康鼓勵 加油 所以這種單元就叫 這種單元就叫 大鴨子上架 騎虎難下 你真的 我 你這樣可以跟我說我不行 我跟你講 小康沒辦法 你就要這個啊 而且結婚後還要繼續喔 而且你現在是指標性的 全世界都知道你要結婚 對 這時候不做這個內容 什麼時候做呢 對不對 但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祝福小康 婚姻幸福美滿 好不好 我們大家可以小康掌聲鼓勵 我希望 我希望這個內容留在對不對 然後再嫌狠一點 因為高山峰來 我們也要做一個 而且重點就是夫妻之間 要彼此有什麼問題 用溝通的 對 要用吵的 吵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對 不能動手 不能動手 千萬不行 好不好 那今天就謝謝各位 陳家康鼓勵 謝謝 謝謝 長得羅斯醫生太好康 可卓東康想轉行啊 我們那個時候是 運動選手 所以我們每一個月都要那種 檢查心跳 就是會 就是掛一些 心電圖對不對 對 然後你就是要 沒有生意 沒有生意 你覺得你這樣子要跑 這個時候 萬一萬不要當藝人 也要躺俄羅斯的醫生 很慘心 每天上班都開心 對嗎 終於是中午晚間十一點 三類動會台三十幾秒